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加入老汤瓦雷机 我是老汤 就在乌克兰展开反攻行动后 各方关注的焦点 大多集中在乌南地区的战情变化 但是最近一段时间 隶属俄罗斯中部和西部集群的各单位 却在乌克兰东北部展开一系列攻势 乌克兰国土防卫一百旅的破炮连 在科尔米纳战线上抵挡俄军的攻势 连长楚部明确表示 轮替之后的俄军在这段时间动作频频 发到好几波规模有大有小的战役 虽然并没有突破破炮连的防线 不过刚开始的时候 他们确实不清楚俄军来者何人 直到不久前的一次接战中 连队无人机操作手为了侦查俄军的行动 派出无人机在将近五百公尺的上空观测 这下发现原来他们的对手是一只俄罗斯的空降兵 而且这只空降兵在地面站的推进队形 躲避敌火射击等动作上来看 这支部队应该接受过非常严格而又扎实的专业训练 同时诡异的是 俄军空降兵的主要目标 似乎不是破炮连所在的阵地 初步研判 俄军空降兵在此地可能是担任策翼阳工的任务 目的是袭扰乌克兰火力支援部队的据点 借此消耗部队为数有限的弹药 等到俄军高层下达命令指示后 这批空降兵就有可能转往其他战斗地点 从事他们真正要执行的任务 至于是什么样的任务 初步说在瞬息万变的战斗中 他也无法预测或是妄下断言 镜头再转到布防在莱曼郊区 乌克兰第63独立机械化旅的一处炮阵地 这里的部队正在和俄罗斯一支部队激烈交战中 尽管他们的炮阵地部署在一座茂密的丛林里 但是从友军单位急切的支援请求来看 友军部队应该遇到不小的麻烦 因为俄军从7月中旬开始已经加强了进攻力道 从堆放在弹药库旁几乎成为一座小山的废弃弹壳来看 63旅的炮兵在这段时间应该执行过非常密集的火力支援 指挥官尤尔恰克私下透露 从俄军的推进轨迹来看 他们的目标是想占领莱曼防区的某一条战线 或是要包围63旅所在的各个根据地 虽然乌克兰这支部队的弹药还算充裕 但是面对俄军几乎没有间断的周波士攻击 就算是存放了好几座弹药 庞大的消耗量也让63旅倍感压力 自从俄军转手围攻之后 63旅炮兵部队平均每天要打掉上百发的炮弹 尽管他们预测俄罗斯的消耗也很可观 不过对63旅官兵来说 后勤补给上的不便 只能让他们眼睁睁地看着弹药一天比一天少 尤尔恰克无奈地表示 在缺乏有力的运补保障下 官兵们只能很遗憾地看着某一道防线遭到俄军突破 毕竟当时部队也已经自顾不暇 即便有心也是无能为力 而且俄军在乌克兰东北部所发动的攻势 作战形态可说是灵活多变 除了有空中打击之外 身风无人机的运用技巧上也不遑多让 这也让乌克兰部队吃足了苦头 俄罗斯为什么会突然在东北方 展开一连串的军事推进 综合前面两个战场的情况来看 西方军事观察家不排除 俄军是打算在乌南战场上以拖待变 让乌克兰的反攻部队困在罗伯纪念 难以摆脱俄军从波鲁西到奥里西夫 以及在托克马克所设下的三道防线 钳制住乌军主力部队的推进 这样一来 乌克兰在东北面的军力部署 相较之下就显得比较薄弱 俄军在这个时候就可以趁虚而入 西部集群和中部集群 得以分别从克尔米娜和莱曼兵分两路 往西北方向推进 西部集群直奔酷皮杨斯克 中部集群则锁定19亩 只要进展顺利 俄军两支集群就有机会 对乌克兰的军攻重镇哈尔科夫 展开左右两路的前行攻势 到时候这座乌克兰军被生产的大本营 就会面临腹背受敌的威胁 而且俄罗斯的算盘打得很精妙 如果哈尔科夫拿得下来 那么等于帮俄罗斯夺得一个装备弹药的生产基地 如果打不下来 俄军也可以采取毁灭式的攻击 一举瘫痪乌克兰的军事工业重镇 让原本就已经补给吃紧的乌克兰雪上加霜 切断乌克兰国内军备的供应链 即便乌克兰装备了好几支先进的北约旅 到头来也是无用武之地 东北部的战情紧绷 让反攻行动增添不少变数 尤其华盛顿邮报更引述 美国机密情报机构的消息 指称乌克兰在南部战场上的推进速度缓慢 虽然和俄军完善的防御攻势 以及闲熟的防守战法有关 但是不代表乌克兰有本钱打消耗战 毕竟这会造成西方国家和乌克兰的内部矛盾 双方会在武器军备的效果 以及人员训练操作等问题上互相抱怨 所以乌克兰眼下最重要的工作 是赶紧解开主力卡在南部战线的问题 以免造成部队调动困难 耽误东北部薄弱战线的补偿任务 部署在底德罗夫斯克地区的国土防卫队 第128图利旅 正在紧锣密鼓的训练刚拨交到部队的新兵 让他们尽快熟悉武器操作和战术推进队型 因为俄军节节逼劲的态势已经迫在眉睫 乌克兰的前线部队急需后援部队的支持 一旦完成战场闲击教育 128旅不但可以部署在克拉玛托尔斯克 甚至可以直接转往19母和哈尔科夫增援 强化这两个重要战略要塞的防守能力 值得一提的是 这支部队有一对父子正巧分发在同一个单位 虽然儿子丹尼斯和父亲沃罗德米尔都体认到 一旦部队进入战场就意味着两人今后将可能不再相见 但是他们却很珍惜这段一起训练一起生活的点滴 如果没有这场战争 或许两父子会有各自安好的生命旅程 父子参军也为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这句俗话 做出贴切的诠释 如今俄罗斯在乌克兰东北部战线已经打好了如意算盘 但是乌克兰部队也很好奇的说 这要看他们会不会同意了 好了就到这里我们下次见